- 隱藏家人 喔靠 你沒隱藏家 真的不是 真的是天下無敵大欸 話說卡龍的血 你不是說你恢復了嗎 你還是一滴血啊 屁話講那麼多 氣死我了 裝模作樣 看看你還要講什麼 少許休息一下吧 你真的沒問題嗎 雖然還沒有恢復正常 不過比剛剛好了一點就是了 你就在我休息的時候去探險一下吧 這個部屋是為了 什麼 briefing 蛤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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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房嗎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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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想聽,你就自己去努力吧 沒有辦法,這沒有辦法 哼,好吧,你就在這邊好好休息一下 我去找找看吧 何がミスタラ、ひとつまずもでこい 找到什麼就拿過來吧 我再告訴你 這人好煩 你們卡龍就是不肯好好好直接跟我說就好了 找一下吧 這裡也有書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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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多點了一下 我沒有選那個東西領導師 我只是手抖了一下而已 我們又要找那個雜誌了 跟他們之間坐在沒有關係 這些有一些文件 啊…已經看不怎麼到那個… 墨水的痕跡了 喔,什麼,Dori 啊,逃到世界地…啊,倉庫的地圖 確認地圖,海邊什麼 應該沒有關係 應該有啦,那個應該是對的 等一下再看看好了 這是酒駕 竟然有這麼多的那個酒 酒的棚子 這應該也沒有什麼東西 這邊呢 有很多的…毛巾跟衣服 啊,破破爛爛的 當時正在這邊睡覺吧 這應該也沒什麼關係 這個房間喔,先… 這邊還沒調查完 為什麼你們站到那麼積牢 這邊有個白板,什麼都沒寫 啊,已經很破爛了 空的架子 啊,有書 裡面有的地圖跟道路 啊,應該是這個 也不是選到什麼啦 就只是它有一些… 你要選一些跟他們有關的東西 就是推理啊 這個一定有關啊 就是這個,應該是什麼計畫 啊,就可以知道 啊,他們之間做過什麼事了 啊,這個也好 卡龍 這個是你們,啊 跟黑道之間作戰的計畫書的一部分嗎 嗯… 原來還有留下這種東西啊 但是你說的沒錯 啊,這個是計畫書的提案 啊,就是說 巴羅斯啊 跟我兩個人 啊,就這樣子 面對像黑道一樣 這麼強大的組織戰鬥 他想過的計畫 啊,他好像跟 參照的什麼東西一樣 你真的記得嗎 啊 啊,你想知道的話 你就也思考吧 去試試看 怎麼用巴羅斯的思考 追上他 不是我單純的告訴你 靠,你根本就忘記了 你忘記就說忘記嘛 氣死我了 嗯… 找找看 市長跟黑道門戰鬥的計畫 是參考了什麼東西呢 好… 這應該是參考剛剛那邊那個地圖跟道路手冊吧 這個吧 以巴羅斯為舞台 啊,有地利之變 啊 這樣就有勝算 來問問看巴龍吧 用過的地圖 地圖 地圖 這個地圖用了好多次呢 好,又不是本子 為什麼可以用很多 難道沒講 嗯 Dada la nanda 那又怎麼樣 Sawela Tsimari 那…也就是說 市長跟黑道之間的作戰 第一個 善用地利 第二個 他很喜歡地圖呢 他們有病 一面 啊,市長善用地利 以少少量的人數 啊… 贏過他們對吧 也就是說 計畫書的提案 就跟地形有關 好久以前的事了 好久以前的事了 Saw 我們並不是跟黑道們正面作戰 而是把他們引誘到對自己有利的地方來戰 絕對不會陷入不利的狀況 所以他的計畫都準備了很多 而且非常的慎重 但即使這樣 那些黑道也不是傻子 所以是很危險的 嗯… 那傢伙的作戰會議啊 常常喝著那個東西 一面喝著一面聊 你知道那個魔藥的真實身份嗎 啊,這酒妹 裝模作樣 可以讓人敞開心胸的魔藥 難道這個房間也有嗎 不然兩湯黃湯下肚 那個… 卡龍的… 卡龍的三圍都給了市長了吧 這個吧 酒 這是酒駕 啊,酒瓶子 他們一定是一面喝酒 一面開作戰會議的 等一下 一面喝酒一面開的作戰會議能用嗎 不會 不會開一開到作戰會議 啊,對啦 正面幹包他們就對了啦 沒問題的啦 OK的啦 喝一杯啦 你確定一面喝酒一面開的作戰會議可…可行嗎 我覺得好像不可行耶 那這樣就好嗎 怎樣都好 去問巴龍、卡龍嗎 得到了… 老舊的酒 嗯… 嗯… 真是… 不過啊,這可是… 非常慎重它 啊,讓慎重的它能夠變得大膽的藥呢 一種好藥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計畫書還有酒 都讓我想起來了 那天戰鬥的那個戰鬥的日子 偶爾啊,也是我幫著他或他自己努力 他就漸漸的成長了 所以不會這一話都在講市長的故事吧 欸安安 欸…香料你好 還不…香斗喔 對不起 暗殺、脅迫、貪污 啊… 到目前為止做了這麼多壞事 但是還沒有什麼實感呢 尷尬ないの 只要沒有實感 就不會被別人給懷疑了 如果被發現 如果被發現 現在啊 你恐怕已經被警察給追追著跑了吧 你負責了喔 多虧了你啊,卡龍 喔,跟黑道有關係的議員被狙擊的時候 我把那傢伙送到了醫院 那… 但是你什麼 你確實的把他殺了 就這樣子 還有對那些黑道組織 拷問的時候 也讓他嘗到自身的痛 所以你才說了 就是… 拷問他的時候 但是他也沒有講出來 所以你就說了 你已經把他的家人跟朋友 都當作人質這句話 好,就是這樣子 喔,簡單來講就是 巴羅斯的那個計策 原本就是都沒有很殘忍 然後卡龍的計策比較殘忍 對 雖然你說的話都很可怕 但是就結果來說 馬收是好的 你太天真了 你還沒有把人 毫無慈悲的 踢到那個… 山下那種覺悟 如果帶著惡魔遇到敵人 看到我們的人 不管是女人小孩 都要全部殺光 靠卡龍逆拳怎麼這麼殘暴 好… そうだな 也是 Took 啊… 今日的酒大概有點弱了吧 如果更醉一點 那… 捨棄掉那些妨礙的理性 只考慮目標的話 標準 ここまでできると思いでいながだ お前は役やでるさ 你也可以做得到 沾染鮮血 來登上拉普拉斯的獨裁者的座位吧 對啊 所以根本是大鳥你的錯吧 所以卡龍都是你的錯啊 那… 那なら こっちの… 啊… Blandyも… 欸?那這邊的白蘭蒂也空了呢 人間気が悪いこと言なよ 啊… 你可別這麼說 啊… 我想要的不是獨裁者的座位 而是…啊… 不輸給 不用服從任何人的力量 私からすればどちらも同じだ 對我來說哪個都一樣 為什麼你老是在意這種細節呢? ほどえけよ 不要管我了啦 夥伴 俺のことわりことでもおえてはいればいい 你不用管我 只是不用想我的事 次が最後なんだ 那…接下來就是最後一個了 如果這個作戰成功 那…我的攻擊 那… 能登上下一任市長的寶座應該就不可動搖了 しかし… 可是啊 這麼大規模的作戰 那… 說… 我可不能在… 在旁邊陪你呢 沒錯 這個是只有我自己 啊… 不需要惡魔 由我自己來做的 那就是獨裁的 對啊也蠻有中肯 對啊也蠻有中肯 那… ラプラスセントルルホテル 拉普拉斯中央飯店 一切就在這邊分勝負吧 明天 啊… Mafia ローソンファミリア 跟天安空法 喔就是… 有兩個黑道家族 還有一個現任拉普拉斯市長 他的爸爸 エラルド 巴羅斯 他們全部人 都…全部都會明天聚集到這個中央飯店去 我們就為了這一瞬間 那… 就是他們計畫好的 讓他們那些全部聚到那個飯店裡 就為了這一刻 可真是花費了我們好多心力呢 但是啊… 報酬可是很大的呢 明天啊… 我們就要襲擊這兩個黑道 煽動他們 讓他們之前… 正面衝突 然後至於… 啊…被捲進去這個現場的 你的爸爸 啊… 所以他是現任市長的爸爸 啊…對…也對啦 他那個現任市長 エラルド、巴羅斯 他們姓都一樣的 所以就可以殺掉了你的爸爸 也就是現任市長 我們還呢… 之後呢 你再跟身為我方的警官隊員們 跟他們說 跟警察會合 來鎮壓下那個地方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打退那些… 啊…擁有… 掌握拉普拉斯十權的黑道 還有現任市長 你可以把這些權力 一口氣收到你的手裡 啊… 奢… 這個計畫不錯 不是嗎? 你果然就是惡魔的卡龍 你果然就是惡魔的卡龍 最後の最後で 那…到了最後 居然要小孩殺掉自己的爸爸 啊… 你的爸爸是市長 對你來說 不就是站上拉普拉斯頂點 一個妨礙的存在嗎? 哼哼哼 できるが? 行嗎? 我父さんに殺死了か 做得到嗎? 為了毀滅掉你自己的市長 能殺了爸爸嗎? 哇… 好… できるさ 可以呀 我呢要父親殺死 我會殺掉老爸 讓這個計畫完美 哼… 所正する気はないが やはりわからな 啊… 居然一點… 一點猶豫都沒有 我果然不懂 到底是什麼東西 驅使著你這麼往前呢? 為什麼做到這個地步要自己殺了自己的爸爸 也是要站上頂點呢? 就我所知來說 在人類世界裡殺了父母可是一種禁忌呢 煩死了 不要問這種小事嘛 這也不是要跟你說的事 但是要我殺了Elarudo Valos 就算你不急 這也是我逃不了的試煉 再說 你說要捨棄掉那些妨礙的理性不是你講的嗎? 總之跟耳魔定下契約之後 你居然會做到這個地步 我也覺得有點興趣 你跟以往的契約者不同 你啊 不知道為什麼 有非常深沉的一種野望 就是慾望 又不然你口中聽到這個真相 有點可惜呢 總之啊 我個人來說 當你實現了願望之後 會走向什麼樣的陌路 我也不想知道 那明天 那你也就拜託你啦 これが俺の明日を見られるわけるミッションなんだ 這就是我們的未來 為了我的未來 為了我的未來 為了我的未來的任務呢 那你就自己 啊 那麼很好啊 呵呵呵 果然這裡的白藍地已經空了呢 やれやれ 真是的 一點都不留給明天喝啊 真是的 不是說好留一點給明天喝嗎 爆炸爆炸了 喔 なんだ 中央旅館 什麼 難道是比耶特羅家族做的嗎 他們到底 難道說 啊不對 我們才會喜酒 皮耶特羅家族 難道是羅 羅茲家族的嗎 大白天的 就做這種事 可惡 這是野蠻人 快護衛 快護衛 叫支援 這邊分開行動吧 啊 我去煽動Pianko 你去煽動羅茲爾家族 這可是 最燃血的任務喔 你做好絕悟了嗎 你做好絕悟了嗎 沒有的話 不就死定了嗎 在這裡 你沒問題吧 啊 雖然你是個惡魔 但是我也知道 惡魔不是無敵的 難道 難道 你在助在意我嗎 蛤 そりゃまあ 當然啊 你身為我的夥伴 要是死了 我可很麻煩的呢 傲嬌傲嬌了 真是不可思議的 我可不是那麼容易被打倒的 你自己注意你自己吧 那我得走了 那我得走了 恩 你不是拉賽魯巴羅斯嗎 你不是拉賽魯巴羅斯嗎 悪いな 還得啊 被你看到就得殺你了 哦 哦 怎麼回事 發生什麼事了 已經有十二件槍身通報的案件了 麻菲阿 黑道 沒有想到他們這兩個家在旅館裡面打起來了 喂喂 なんでいきなり 為什麼突然打起來啊 這樣對那些居民們很危險的 快叫市警來支援吧 這兩個是警備員 就是那種保安啦 保全 很危險的 大腹 感覚阿 浮雞嘰 啊 麻痺阿 大概就是這樣吧 那 欸 為什麼 哦 他說我的感覺已經麻痺了 那 都是因為這種異常狀況的關係嗎 已經殺了三個人 我還可以這麼的 冷靜 然後啊 不管開多少槍 一點都不會痛 他說不管受了多少傷都不會痛 接下來 羅西亞發門你在這裡 快快支援啊 可惡 這邊也是 那邊也是 撐住 這樣就行了 離開這邊吧 他們自己就會打成一團了 再加把勁吧 讓他們火再燃得大一點 真的是個混蛋 哇 哇 這是什麼 是惡魔嗎 你們就是羅斯亞家族嗎 跟Bianco的契約去死吧 照著Bianco他們的契約 什麼 可惡 果然是Bianco他們家族做的 卡龍啦 卡龍超強的耶 不及不及不及 哼 仲間にしやせれば 如果人家的夥伴知道是Bianco他們家族做的就 そうだ 就這樣子 越傳越廣 但他們覺得是被Bianco家族給襲擊的 這樣子 羅西亞 襲擊Bianco Bianco 襲擊羅斯亞家族 他們互相就會在這個旅館裡面打到死人了 就這樣子 征戰 互相開槍 滅びのただ 互相毀滅吧 吼 カロン 我真的覺得好像有一半是你的錯誒 哈 哈 よし 戰爭越來越大了 接下來差不多 是我 啊 Zono 應該是什麼 洛諾吧 啊 有我的通報 啊 有一個就是做為指揮的警官隊 可以行動了吧 15分鐘後 啊 在旅館的後門集合 啊 不再想證明就拜託你了 嘖 所以這是跟他有關的那個 那個他的私人小隊 當然 啊 看到我的臉的人全部人都殺了 然後也順便把那些監視攝影機全部處理好 大概這只要準備好 這幾個小時的不再想證明就行了 然後呢 那那些被抓起來的 那黑道們 他們也不可能會報上我的名字 完美 啊 接下來卡龍應該已經過去了 爸爸所在的房間 906號室吧 啊 去找老爸 要把老爸給做了 啊 卡龍的傢伙 啊 啊 卡龍做得好 這個是 エラルド巴羅斯的護衛 卡龍的 卡龍 啊 基諾 啊 基諾基諾基諾 可是基諾有之前有這個角色嗎 啊基諾不是羅諾 基諾 對對對 準備好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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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還特地把他弄昏啦 你做的嗎 いや 啊 不是 你要幫我殺了他嗎 不 非得由你來下手不可 讓我看看你的覺悟吧 啊 我可是啊 不會幫你的喔 當然那他是現任市長 嗯 是嗎 啊 當然啦 如果引發什麼騷動就麻煩了 所以我才特地啊 讓他失去了意識 這可是我特地幫你的喔 酒 好啦 沒有時間了 那 快 你就把他給殺了吧 啊 你啊 昨天不是也說了嗎 殺死エラルド巴羅斯 啊 即使我不講 這也是你無法逃避的試煉 那了吧 那麼就跨越這個試煉吧 證明看看你的野望有多麼的深 那 カロン 看來你跟我想的有點不同呢 欸 是不同嗎 它是說 也就是照你所說 你認為這是為了讓我登上市長 這個寶座給我的試煉 所以呢 意思是說 我的市長跟父親的命 放在天秤上哪個比較重 是這樣的意思嗎 但是我並不是這樣想的喔 但是我並不是這樣想的喔 對於這個男人很妨礙 從以前開始 就是我從來 啊 應該是說 這個男人一直扯著我吧 所以現在只要扣下這個板機 束縛著我一切的東西 就沒有了 倒不如說這樣才是最棒的呢 所以說 當然沒有問題 對我來說這很簡單的 對我來說這很簡單的 喔 只要扣下這個板機的話 這樣子 我所要的一切都 啊 你老爸的頭 你爸的頭 你爸的頭 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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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結束了 這樣我就不用再遵從任何人的命令了 我跟惡魔的契約也完成了 居然真的做了嗎 居然這麼簡單的 這傢伙是爸爸 市長怎樣都好 重要的是 他是 我對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怎麼了? 沒事 之後跟警官隊會合 你就先離開吧 我已經有了覺悟了 為了自己 要把妨礙的東西全部給 抹滅掉 這種覺悟 這樣子總算解放了 妨礙我的東西 從今天開始全部 都在這個旅館裡沒了 妨礙我的 綁住我的一切都結束了 總算 拉賽魯巴羅斯的人生可以開始了 我還要走 那我要走了 剛剛那句我沒看懂 抱歉 前一句 最初是一隻只的小物 一開始 只以為是個小傢伙 沒想到長成了這個不得了的怪物 不就是你的錯嗎 氣死我了 雖然說我也幫了他不少 但是其實都是靠他自己的 欸欸 你以為這樣可以撇清責任嗎 啊這樣子 你的破滅真的開心嗎 可是 到底是什麼讓你做到這個程度的呢 拉賽魯 我還一直以為 啊那是一個膽小又天真的男人呢 其實我錯了 正因為他為了他的欲望 他有毫不留情的資質 那這樣子的話 我已經明白了那些黑道之間的沙姆 還有市長所說的 可是為什麼 他連自己的爸爸都可以這麼簡單的 他為了破滅的這些權力 一定會毀滅的權力 連爸爸都殺了 這個已經不正常了吧 那 那 那 這個啊 這件事情 他到最後也沒有跟我說 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 你就去問他本人吧 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 但是 真實 那 拉セルバロス 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的瘋狂給養大了 但是 真實 真相是 把拉賽魯 巴羅斯這個男人的瘋狂給養大了 是我 啊 但是對惡魔來說 本來就是這樣的啊 你也只是做你該做的事吧 Soda 沒錯 那個時候我也對他的行為感到訝異 啊 我也覺得 他的改變也很有趣 但是 但是啊 還沒有結束喔 他的故事 跟他的故事 好啦 這邊也結束了 身體也好一點 總之到出口之前 我們有機會再繼續講吧 欸欸欸欸欸欸 你在這邊趕快全部說完嘛 你有必要這樣嗎 說話很累的耶 好吧 你為什麼就不可以在同一個地方講完 欸怎麼辦 為什麼我一直覺得卡龍在領便當了 為什麼有一種 預感卡龍好像要領便當的感覺 是我錯覺嗎 我覺得卡龍的旗插得有點深耶 而且他的血根本就沒有回復過啊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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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被幹掉了 就說 就說 做的真 就是被被摺擺了一道 這個樓梯 是往出口唯一的路 沒有這樣的話 我們再也上不去了 難道 都是巴羅斯市長 想給毀不壞的話 你看吧 上面還有 上面啊 這邊沒有什麼鎖 但是有一條緊急用的繩子 你去找找看吧 如果能夠到上面 也許可以爬上去 這個我不要啦 真討厭 這是真討厭 好啦好啦好啦 你去找吧 你的大鳥頭都 都已經一滴血了 你不要再虐待他了 算你也是一滴血 從這個縫隙的話 應該不行 他說如果從這邊走 就會全身髒掉了 如果不是緊急時刻 我才不要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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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取而代之 你要把跟市長之後發生的事情 老老實實告訴我 好啦好啦 我知道了 你一個大小姐還真是的 從這個洞走吧 鎖 鎖過去 唉 雖然洋裝好像沒事 總算過來了 喂 小心你的腳邊啊 你不要走到會破 會斷掉的地方啊 喔 這邊 腳邊就是因為受到落石的影響 很脆弱的 如果從高處會掉下來 要慎選的道路 沒有問題啊 我號稱台北登山小王子 怎麼會摔下來呢 又不是猴 猴子 這個地方應該沒問題吧 沒問題 咦 你看 要走上面那個就好啦 欸如果 如果故意走會怎麼樣 我有點好奇糟糕 如果故意走上面那個破掉會怎麼樣 啊 阿諾埃魯掛掉 阿諾埃魯死掉啦 溜走 祇魯 請 啊這是緊急用的繩子 哼哼哼 哎呀 這個模樣真是愉快呢 感動愛魯掛這%え% celebrated ś 火 你 開手接個電話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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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